远宇宙爆发前的混沌 腾讯网一滴战争作快跑者 远宇宙的概念 最早诞生于1992年的畅销书雪崩中 30年后 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始将它带入现实 不过 好业仍然处于爆发前的混沌 大家就好像是盲人摸像 每个企业都能说出自己对远宇宙的理解 但至今没有人能说清真正意义上的远宇宙是什么 它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未来 Facebook的公司Meta Platforms表示 远宇宙是一个由计算机生成的世界 是人们使用虚拟现实设备进行工作 娱乐和社交的地方 苹果iOS14的隐私政策变化 对Meta公司的收入将造成持续的阻力 该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 希望彻底转型为一家元宇宙企业 来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在Wabox公司创始人 CEO大卫巴斯祖基看来 元宇宙是人类的共同体验 他将元宇宙定义为将高保真通信技术 与一种全新的讲故事方式相结合的地方 其发展模式可以借鉴移动游戏和娱乐行业 华纳音乐集团CEO司蒂芬库扩认为 堡垒之夜和Wabox等塑造的大型元宇宙空间 让人们开始看到提供内容和分发 融合的机会 NFT是一种加密资产 代表一种无形的数字物品 例如画作视频或游戏内物品 奥伪咨询董事合伙人张军毅 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过去交易依惑于游戏电商 而元宇宙打开了专属的壁垒 特别是NFT在区块链加密领域中 主要解决了数字的稀缺性